我觉得这两面刃 你好的方向来讲 包括你说这个什么 超跑嘉年华 或者是说你要盖摩天伦 这种都是市政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他每办一项官方的活动 就是会只加入罢免 联署的人会越来越多 就是说你怎么会 这个你的仇恨值越吸越多 越吸越多 那所以我认为说 这个谢国良的部分 这个你坦白讲 这个你要做跟社会沟通 这是一件事情 可是我必须要讲 就是他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感觉是就是独断独行 你都没有去倾听 在地民众的心声 当他那个摩天伦 你要盖在哪里 盖在国门广场 可是国门广场 你对基隆男人来讲 他是有感情的 他是比如说 从蔡英文总统 甚至还有这个 当时赖清德当院长 然后林又昌 花了八年更久的时间 他去打造 这个现在是变成 就是说在地人 一个很休闲 然后甚至可以吸引 观光客去的地方 那边有一个很宽阔 还可以停车 很宽阔一个 大家可以走动的地方 你突然没事情 要不用插一个摩天伦